整个法华精辟玉品就讲这两件事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这个地方是第一个 火宅玉 其实火宅玉是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三车一车 还有一个三届火宅 这两种辟语 这两个辟语在法华七语当中是最全 内容最完整 也最多 而且是最前面 所以独称辟语品 辟语品的内容其实蛮多的 我们没有进入主题之前 先做一个纲要说明 辟语品它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以大悲心来到人世间以后 本来想要度化众生 让一切众生成佛的 但是他亲眼看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看到众生的身口意的障碍 就是三界火宅 他看到众生的法界起火了 整个三界陷入一片的火海 当然这个火有两种 一个内火 一个外火 内就是烦恼 外就是果报 外境 就是外境刺激你的烦恼 那个烦恼去造业 造了业以后 你又创造一个更不好的环境 这个环境又刺激你 你又更容易造业 就形成恶性循环 这个火就越烧越厉害 辗转相续 这是佛陀看到的第一个问题 他看到整个三界已经陷入一片火海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解决成佛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火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佛陀看到了众生的问题 所以讲到三界火宅 第二个 佛陀讲出了解决的方法 讲三车一车 我们看佛陀在解决三界火宅时 他不是说 哎 没事 我们生生世世留在三界里面行菩萨道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 佛陀并没有提出消灭火的方法 而是要我们赶快离开 这个火没法救了 不是我们凡夫可以救的 超越我们的能力 只有一个方法 赶快坐着你的车子离开这个火宅 佛陀提供了三种车子 你有三种选择 第一个用四地 第二个用十二音源 第三个用六度 用三圣的车子 把我们带出去 那么三车为什么要多一个一车呢 因为带出三界以后 你怎么把这个三车跟后面成佛知道的一车做一个对接 佛陀讲三车一车的辟语 所以整个辟语品就讲两件事 第一个三界的问题就是火 第二个解决之道就是三车 那么做完三车以后 怎么样改搭一车趋向成佛 整个辟语品就讲这两件事 讲火宅跟三车的关系 今天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